謝謝臺灣社會研究學會的邀約 確實這是我幾年來第一次到很大的公共場合 年紀大的人總是風險高一點 所以要小心一點 今天我的講題大家可能都知道是話用的 英國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 Juliet Mitchell 1966年發表的經典文章 Women the Longest Revolution 大陸翻譯成中文的時候他用的標題是 婦女最漫長的革命 我今天講題沒有用婦女 而用了女性當然是有用意的 婦女這個語詞在大陸誕生 被當成一個群體範疇的歷史時刻 正是社會主義革命動員人民群眾的時刻 這個範疇就是一個重要的動員策略 以便發動婦女 特別是作為一個緊密聯繫勞動生產群體 發動婦女投身革命參加工作 把William翻譯成婦女 在大陸連接的就是這個社會主義生產革命的歷史傳統 在台灣 婦女概念在解言前預設的是年齡和婚姻 稍後在政治民主化的浪潮裡 公民自由 個體權利的說法強化了個人意識 隨著女性主義話語在女性知識菌英中的擴散 女性成為新的命名 理解為積極識別社會層面的男女差別處境和權利 這不但結合了當時社會運動建構的弱勢對抗威權的主導論述架 也將身份認同凸顯為婦女運動的主軸 這跟大陸是不太一樣的 我的講題選擇用女性而不是婦女就是想要凸顯 台灣女性主義概念的建構過程有她自己的歷史脈絡 也因此形塑了對這些概念的理解和實踐 任何思辨過程都不可略過概念本身的歷史脈絡 這也是本次會議主題問題意識所提示的初心 Mitchell在這篇文章裡感嘆的是 傳統坐落於家庭裡的女性職能 如勞動 升職 社會化 性 雖然現在與家庭制度漸行漸遠 但是女性若想同時不受限於這四個職能 卻是一時難以達成的 所以女性解放是個漫長的革命 相較之下 2019年行政院根據世界銀行統計數字 推估台灣性別平等居亞洲之怪 這個令人自豪的成就 當然不能說是完成了女性的解放 可能更多的是 建立了有著特殊形式和內容的性別平等機制 但是無論如何 確實有了可觀的成果 而我用短暫的革命在我的副標題 作為副標題不但是想要提醒 這場革命在時間軸線上有其短暫性 也想提出這場革命的效應 在維繫女性認同上有其局限性 這似乎是世界許多婦女運動變革後的普遍歸宿 因為上層女性提升地位後強調的 總是本身優秀的素質和努力淡化女性身份 下層女性則持續受困於惡劣的生存處境 包括若國的後殖民情境落後的生產力或族群宗教紛爭 這些都使得女性認同處於次要的地位 那麼台灣上述那些性別平等機制 是怎樣在短暫的時間裡成功建立的呢 這個經驗可以加入西方先進國家之列 作為亞洲甚至世界的典範嗎 這些果實的快熟和台灣的國族地位 國家主體想像有什麼關聯 接下來我想用性別平等建制化和性別平等法理化 在台灣過去三十年富裕文明化的進程裡 齊頭並進而形成的性別平等的特殊面貌 來進入剛才問的這些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建制化和法理化底下流淌的血脈 是同一個自詩先進而完善的西方性別政治戰本 夾帶著後冷戰世界秩序的布局安排 換句話說我想在今天的演講裡指出 台灣的性別平等機制是建立在特定的世界秩序 與歷史機緣之下 然而這些秩序和機緣並不是世界歷史的終點 接下來我會分別說明 下面說一下大方 我會分別說明性別平等建制化和法理化的兩個革命 如何駕馭了政黨輪替的時局和國際人權全球化的時機 來推進自己的目標 如何在促成在地綿密治理的同時 建立台灣的進步國家形象 我會用第三節來講 為何即便有了這樣的成果 我們仍然不能期望一個沒有性騷擾的世界 最後一節 則回到短暫革命的主題 把目前看起來已經確立的性別優先 女性優先 放回漫長的歷史和差異的文化裡 說直接一點 今天演講的問題意思 就是目前 包括台灣在內的西方化世界 在社會運動和性別領域裡瀰漫的歷史終結感 大家都很熟悉美國政治經濟學者 Francis Fukuyama 在蘇聯解體後提出來的歷史終結論 這個1990年代書的視野 認為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 以及其生活方式已經成為全球人心所望 不可能再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歷史已經走到了最高點 台灣現在也有一種類似的 所謂性別平等是最高進步價值的氛圍 覺得對性別平等的想像 已經達到了社會演化的最終點 我則認為未來世界的性別演化 未必歸於同一終點 對性別的未來最好保持一種開放的想像 第一節先來講治理政府的性別平等建制化 1990年代女性學學會 在北歐國家女性主義的啟發下提出 男女共智共享的國家藍圖 呼籲建立全民福利國 讓傳統上歸於女性的照顧工作 直變成為以國家預算支持的有償勞動 不但可以壯大女性的經濟實力 她們的社會價值也得到認同 而一旦整體女性的力量提升 就能推出所謂 真正代表女性觀點的女性國家主導者 如此將可徹底打破男生女卑的舊性別關係 這是當時的說法 不過在當時的知識氛圍裡 北歐福利國的可持續 是建立在何種國際分工的安排上 是否能普適於世界各地 這些問題並不在國家女性主義者的眼界之內 當時國家女性主義的共治願景 選擇了投注民進黨進軍執政 劉玉秀後來受訪的時候說 她最早也嘗試過接觸執政的國民黨政府 但是感覺很泄氣 南瓜1993年台北市長選舉 即便陳水扁的婦女政見評比不及格 台派女性知識基因仍然堅持 復運應該全力支持民進黨的候選人 同時主打婦女權力訴求的幾位 台北市議員女性參選人的落選 也使得劉玉秀開始另循出路 一方面積極研發改良政策爭取選票 另一方面努力串聯立場不太一樣 但是還是合作的NGO凝聚政治實力 從此貼近民進黨面向選舉政治 專注政治實力成為國家女性主義者前進的動力 就具體的操作而言 國家女性主義者從北歐的範本中認識到 需要建立政策研議決策和執行的運作機制 陳水扁勝後台北市政府首創的 婦女權力促進委員會就屬於這種機制 雖然當時只是一個任務編主 但是本來政治立場就貼近綠營的性別專家 或婦女團體代表都可以透過擔任委員 定期和市府各部門主管面對面 直接諮詢指導監督市政府性別相關政策的實施 精英以外的社區媽媽家庭主婦也能參與另外一個層次的 所謂媽媽製程計畫治理層次 針對社區和市政議題與行政部門進行合作或監督執行 這種婦女政策機制逐步成行運作推進顯然前景可期 1996年劉玉秀受訪時的語言已經充滿了樂觀的積極性 她說下面是她的話語 她希望讓私領域以一種更具攻擊性的姿態去吞併公領域 由女性出面治理她 由Philosophy Queen尚未掌權 讓女性掌握國家權力成為社會 國家 世界的照顧者 這話聽起來與其說是分享權力的男女共治 不如說是霸氣強勢的女人治國 從1994年陳水扁擔任市長後 作為回報成立的台北市婦女權益出境會 到1997年國民黨主政的行政院 在彭婉如命案壓力下成立的婦女權益出境會 到目前依法密附在各級政府和民間的性別平等機構和專案小組 以及一連串相關的立法和施行細則 當然經歷了眾多繁雜 而且被女性知識基因反而塞為忙死了的發展過程 然而當女性知識基因認定 建制化是性別政治的唯一出路 複印的理想需要政治資源才可能落實的時候 複印在議題立場的取向上也出現了明顯的傾斜 畢竟有了管道在政府架構裡直接影響決策與執行 就需要學會和文官文員在政策可行性上斡旋 複印對社會現象和議題的思考 於是逐漸傾向於規範取向管理取向 本來在街頭和群眾互動打觀念戰的運動團體 華麗變身成為針對政策 專職代言和遊說的非政府組織也就是NGO 同時在政府組織階層化的環境裡 複印也逐漸官僚化技術化 努力學習熟習預算會計人事法規等等業務 並且積極設計監督的程序和架構 這些實作的經驗積累 都幫助復印鍛鍊自身的權力技術和策略 在把自己徹底融入政府的過程中 也同時強化政府的管理效能 這些轉變當然不只是在技術和策略層面上 提升而已 其實台灣性別平等的建制化 主要是某些女性知識精英對於當代西方先進國家 文明進步的性別新道德的積極移植 這個移植過程不但以代表西方現代的治理模式 促成在地官僚體制和政策決策的質變 更重要的是 也同時主動接軌西方進步價值 落實在地打造新國家的願景 性別平等 因此才能夠超越其他社會議題 成功的植入政府 成為台灣進軍國際時的亮麗名片 那麼自詩為卓越在地運動成果的性別平等建制化 或者說女人治國 究竟扣接了哪些島內和國際的權力佈局 才能如此快速推進呢 除了政黨輪替的有利時機之外 或許我們可以從治理這個概念 治理這個概念 在三個重要的脈絡裡所累積的不同意義和操作 看出一些端倫 第一個意義脈絡就是剛才提到過的 像是賦予權益促進會那樣 極具在地特色的官民協同治理 由政府釋出一部分權力和資源 吸納政治立場相近的NGO 來幫助打造政府開明非威權的形象 強化施政的正當性 也完備政府的管理機制和效率 入局的NGO 則可以進入決策過程 優先享受政府的加持和金援 擴散自己的價值觀和影響力 在政權更替官僚能力不足或者不夠成熟 黨派競爭激烈的時刻 執政方特別有動力 與意識形態相合的NGO相互相牽協作 應對不同的目的 靈活操作形象與民意 這對合作的雙方都有相當正面的效益 對推動共同的國族目標更是有利 當然在治理當道的年代 過去公民社會號稱超然公正獨立 甚至對立於政府的自我形象的定位 是早已被掏空了 好 剛才是第一個意義脈絡 官民協通治理 第二個意義脈絡的治理 就是西方企業界因應監管的要求 通過知識精英的理論化 而提出來的企業治理或公司治理 他要求管理階層在操作上達到一定的透明度 開放性 問責制度 效能取向 以保護特定主體 特別是股東 以及其他的利害關係人 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 這些聽起來符合公平誠信效率原則的現代規範 不但可能實質提升營運 還可以製造正面的公關效應 因此很快就被其他領域採用 NGO在與政府政策拔河的時候 常常引用這些價值和規範作為要求 進入與政府協作治理之後 更把這些規範直接植入政府的日常運作 值得注意的是 在特定的脈絡裡 這個出自西方的治理模式 有其霸道運環 從1980年代起 跨國金融機構和第三世界國家 談貸款或者援助的時候 都會要求把治理納入貸款的條件 也就是要求債務國 罔顧在地的現實和困境 積極地改造在地的法律體系和社會制度 以適應西方資本主義和地人政治 在當地運作的時候的需求 在這些脈絡裡 治理模式所內涵的優勢文明姿態 以及對特定利益的正當化 毫不遮掩 隨著國際關係的多邊化多元化 治理的第三個意義脈絡 也在鞏固後冷戰世界秩序當中快速展開 聯合國在1995年成立全球治理委員會 以主要由西方定義的核心價值 例如尊重生命 永續發展 民主 民等 人權等等 作為全球公民倫理 呼籲非政府組織共同努力 把不同文化 政治 宗教的所有民族和國家 都納入這些普世的價值之下 從這個脈絡來看 同一年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 推出北京行動綱領 要求所有在地婦女團體 督促各國政府 將性別平等作為政策主流 在一定時間內建立 實現性別主流化的機制 其實正是呼應了這個 核心價值普世化的倡議 2000年政黨輪替後 進軍政府的市婦孕學者和婦女NGO 在性別主流化裡看到 引進聯合國規範 建立國際連結 不單有利於台灣主體行為基礎 參與國際社群 並且可以將人權進步 都彈瓜進入新的國家認同裡 於是在婦女權益促進會裡 他們提案推動性別主流化 大家很熟悉的名詞 2005年在陳水扁的第二任內 性別主流化在台灣正式上馬 今天沒有空講細節 政府的各部會都成立了性別平等委員會 或專案小組 各級單位所有政策 規章資源分配等等 都要把性別平等放在核心考量位置 由性別NGO定期去監督 值得注意的是 作為一個外來移植 但是具有聯合國光環的政策 性別主流化在台灣政府體制內的 全面性 統一性 強制性 積極性 明顯超過其他政策 各級單位對性別平等工作 還必須格外上心 否則不但是違反規定 工作不力 還會被貼上性別歧視的標籤 與性別主流化同時推動的 就是用加入各種人權公約 來夯實民進黨執政後高舉的 所謂人權立國的新國際品牌 俗德江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以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 簡稱兩公約內國法化 立法院在2007年也通過加入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簡稱C道 這些以國際人權標準接軌的行動 背景就是以台灣的名義加入聯合國 2008年入聯公投雖然失敗 C道的加入書也被聯合國秘書長拒絕 婦女權益處境會仍然敦促政府 比照聯合國程序準備四年一次的C道 國家報告 並持續舉辦培訓活動和會議 邀請國際專家來台交流 2012年在馬英九任內 專責專職的一級單位 性別平等處成立 C道公約施行法也通過 具有國內的法律效率 各級政府機關都要依照公約條文 逐條比對修訂不符法規 2013年開始 C道國家報告不單邀請 國際專家來台執行 號稱台灣獨步全球的在地化審查 進不了聯合國 只好在自己家裡坐著 他不但邀請國際專家來台執行 號稱台灣獨步全球的在地化審查 趙章做足了相關程序 也安排本地NGO提出民間報告參與審查 即便不同立場的所謂反制團體 例如顧家盟子 因此加入了報告之列 但是畢竟他們是少數聲音 反而可以強化公民社會 多元參與國家報告的印象 可不要小看這一些審查 在地民間團體往往可以藉著 國際審查專家的權威發言 強力推進議題 例如本地富團努力了30年的通姦贖罪 就在2020年突然得到轉折 主要是因為國際審查專家 在本地NGO的敦請下 在兩公約國家報告 與國際審查意見中 兩度明示刑法通姦罪 侵害了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所保障的隱私權 應該立刻刪除 即便本地仍有八成民眾支持 維持通姦罪 國際專家認定 台灣政府有責任 使法律制度與國際人權法一致 很久不講話就這樣 換句話說 在地殘餘的不夠現代的人際關係規範 應該撇開現實 向國際水平硬條看齊 值得注意的是 西道委員會雖然過去曾經表示 自由選擇工作的權利 包含了自願賣淫 但是對比同樣奮鬥了二十多年 已經走完了本地所有公民審議程序 爭取到民意的支持 獲得設置性交易專區的決議 可是至今仍然寸步難行的 性工作合法化 國際人權在本地的適用性 還是挺有選擇性的 從治理的這三個意義脈絡 可以看到 性別平等的建制化 在台灣之所以能夠快速落實 當然有賴一眾婦女精英和性別專家 對於引進先進範本 改造政府體制 所付出的持續努力 但是更重要的推力 折來自於對內有官民協同治理 所賦予的機遇資源和正當性 對外有奉行國際行動綱領和人權公約 來打造進步國家形象的外交策略 而背後的內在外在甚至經濟條件 則是特定的國際分工和秩序體系之下的 直接效應 建制化的女性主義學者專家 可能自豪於台灣能夠通過性別平等的成就 成為文明進步的亞洲民主真塔 然而放在更大的環境裡來看 此刻也正是台灣政治經濟陷入發展轉型 以及中國大陸崛起 躍升世界大國的時刻 台灣對自身進步與文明優勢的自傲與宣揚 因此只是嘗試置換它在政治和經濟上 越來越不確定的前景 避開台灣其實是在中美兩大國 全面競爭的脈絡內 才受到國際關注 但是也因此很難擁有自主性的尷尬現實 接下來講第二節 女人治國的另外一隻翅膀 也就是性別平等 法理化 特別是法理化 怎麼樣去改變了台灣社會運動的戰場 先提示一下 建制化與法理化 對性別概念的理解是有差別的 性別平等建制化 剛剛前面講的改造政府 對於性別的認知是 Gender only 為性別 改造體制的目標就是 是無處不性別 讓性別因素優先被考量 其中當然隱含了女性優先 性別平等法理化 則主要是把性別理解為 Sex only 為性 改造體制的目標 更精確的說 就是把男性的性暴力載至理解為 性別暴力 性別的內涵 因此主張以言行俊法來克制 和懲罰以保護妇 建制化與法理化 對於性別概念的差別認知 注定了他們在治理模式之下 操作的領域也不太一樣 建制化的運作領域主要是政府 法理化耕耘的則是法律 特別是與性相關的法律 包括執法所衍生的其他弘利 等一下我可以講到 不過這兩條路線 並非各行其道不相關聯 而是常有重疊 畢竟大家都是在官民協作治理模式之下 受惠的NGO 在各相關委員會中 常常重複代表同台議事 立法修法行動的時候 彼此呼應或者相互背書造勢 在意見不同的時候 至少不擋對方的路 確保各自有疆土 盡量少衝突 如果回收1990年代 台灣的性別運動史 大家會想到 當年父權派與性權派的分歧 但是沒有人注意到 一組宗教背景的民間團體 在同一時期逐漸開闢出立法的路線 他們將在後來的二三十年中 不斷擴大影響範圍 以慈愛正義的形象成功的串聯 廣大的NGO社群 形成強而有力的民意 推動性別方面的立法 執法與修法 其實 這些宗教團體走向公共場域的年代 正是解嚴後最自由的那幾年 舊的戒嚴法已廢 新的社會控制還有待建立 因此 這是1990年代初期的那些年 那幾年我們可以在當時 野生的有線電視上 直接看到漏毛的色情秀場節目 你們很多人都沒有這個虎氣 只有我們這個年紀 當年是有機會看到的 真正漏毛的色情節目 就直接在你家電視上 1994年 有那個很出名的達佛斯女群蝶 的那個三八婦女講座後 女性主義者在興奮激情中 還可以群集到台北某咖啡館 現場起哄拍賣男體 現場也有人是那個被拍賣的 1995年 台大女生可以在女生宿舍 集體欣賞A片 你現在試試看能不能絕不行 同一年 非台大的女生還可以在大安公園門口 公開跳驗舞 叫床 成熟的女性主義者 可以在報紙副刊上發表 一整版的A片經驗談 1997年 台北工艙爭取工作權運動的時候 大家還可以在街頭的遊行中 大喊 性工作 好工作 這種突破的口號 自在解放的社會氛圍裡 出現這些現象 當然會引發某些人群的道德危機感 這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我們當時還以為 價值觀的對立 可以平等競爭 後來才覺悟到 法理化能在剎那間改變戰場 使社會運動的論述和行動都淪為處法 而被奪去了生存發展的社會空間 這是一個極大的領域 從原來為了救援除濟而草擬的除濟防治法 在1995年改弦更章成為更廣泛管制的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開始 解嚴後 社會控制的重建和強化逐步展開 而且越來越以保護兒少和婦女為民 一系列性別立法隨之就位 有的針對長久以來 普遍可見的身體傷害和侵犯 例如1997年的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和1998年的家庭暴力防治法 更多的則是細緻化 對社會生活的積極管理和規範 例如2003年從保護兒少出發 全面籠罩出版和影視的兒童福利法 2004年開始 規範校園性別關係和教學的 性別平等教育法 以及2005年以後 發展成為最受矚目 也最綿密規範的性騷擾防治法等等 今天時間有限了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我寫的那本性別距離 可以看一下整個的發展過程 現在我們僅僅針對這些性別立法的利益集團的成功策略 和一害無窮講幾個點 首先推動性別立法的NGO 非常善於利用強烈的情感動員 特別是排擠其他情感反應的悲憫和義憤 來製造統一的民意和強制的道德觀 這裡的關鍵就是建立在脆弱主體的受害想像上 特別是他們面對性的時刻 在媒體的幫襯下 每一件性傷害案件都在放大的報導中 強化了脆弱苦情的主體想像 每一個新興的性探索和新實踐 都被加上了性危險的聯想 綿密的保護因此成為唯一而且必須的回應框架 由此而生的民粹情感 不但使得性別立法的特殊地位合理化 也使得最終版本的法條更多反映了 立法NGO的道德價值觀和嚴厲的法則 而輕忽了法律本身的法裔保護和比例原則 一波又一波結合媒體和網路的情感動員 更冶煉出大批脆弱的玻璃心 緊縮了理性討論事實的空間 這是立法NGO情感動員的一個深遠的後果 另外性別立法重度強化了性污名的懲罰效應 例如網路上的性挑情性邀約訊息 本來就是新興科技在性逐漸開放的社會裡的必然運用 面對媒體聳動報導而引發的社會譴責 1999年各大學的BBS站 又是一個你們不太熟悉的名詞 古老以前的網路 各大學的BBS站都曾以 停權或者取消名片黨籍立稱功能來管理路股的訊息 然而同一年1999年 兒校性交易防治條例卻在修訂中 翹集加碼 將個人網路訊息全部列入司法偵查對象 日常生活裡漫不經心或者有心無意的網路留言 在一夕之間變成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幣100萬元以下罰金的犯證刑 這是事實 立法團體還要求警政署設置特別的講成辦法 鼓勵遠景優先偵辦網路留言 聽說優先到一個地步十大箱子要份都不追 就坐在冷氣的房間裡面看著螢幕抓圓柱交際訊息 一度曾經將圓柱交際的圓字的所有同音字都列為修法 是真的 你們如果回頭可以去看一下 所有跟圓同樣的生音字都被修法 造成了廣泛的釣魚幼骨和圓交文字獄 就連普通的性邀約 或者吹噓自身的性能力與性裝備 也被圓景直接認定 讓小孩子看這種訊息不好而移手 那時候真的是 你們一定要去看我 編寫的另外一本書 四百多月的《人主交集在台灣》 那個《血淚史》 我就拼死也要把那一本書弄出來 就是因為不能讓人忘記 從1999年到2008年 講成辦法終於被廢除了這十年內 被認定張貼了明示或 暗示性交易網路訊息 而被移送的人數是 兩萬五千人 雖然最後定罪的只有四分之一 而且就算判法官多半 但堅守比利人者只判六個月以下一顆罰金 然而呢另外的一萬九千多人都同樣經歷了 東窗事發後被傳喚出庭等候判決的惶恐痛苦過程 而由於網路留言 無法斷定 轄區歸屬 有些案例 甚至被好幾個縣市的派出所 先後傳喚 南北奔波 疲於奔命 最高的紀錄 一於九十 你們也需要看我的那本原住交集在台灣 真實案例 告訴你 這將近兩萬的網民 就是一萬九千 平白無辜被拉進去 這個司法過程 這將近兩萬的網民 多半是二十到四十歲之間 正是求學和就業的高峰期 也是犯罪紀錄影響最深遠的時期 被家人、學校、同事發現自己在網路上不但性活躍 而且還犯了法 被追問 你上網就在幹這個啊 你都輸到哪裡去了 你怎麼會寫這種東西 每一句責怪或關心 都是百口莫辯的污名包袱 生活、人生、家庭、愛情、名譽、心理健康、自尊 都被摧毀 擬住萬見的事主 今日擁有法律和社會的權力支持 有高度的正當性可以控訴加害者 可是兒少條例這將近兩萬的惡法受害者 連開口自辯的機會和理由都沒有 要怎麼控訴當初立法的加害者呢 這也是我編寫那本原著交集在台灣 就是要記錄這一波文字域 這是我最主要的目的 不能讓這些受苦的靈魂被忘記 性別立法的NGO們既善於立法 也深安永續經營之道 不單與時俱進的因應社會現象修訂法條 更把自己直接寫進法條 以便長期與執法修法一步一驅 早期的兒少條例 是剛才那個兒少條例 叫新疆運防止條例 早期的兒少條例就包含了監督機制 由立法的NCO透過督導會議 定期檢視執法的情況 直接左右執法的力度 甚至趁機檢舉那些積極抵抗惡法的人 2001年天主教善務基金會 就曾在督導會議中點名檢舉我們的言論 有教唆犯罪之嫌 而讓我首度經歷了被校方調查 注意我用的是首度啊 這表示以後還有 今天就是講了 後期的兒童及少年改名了性剝削防止條例 兒童及少年福利及權益保障法 性騷擾防止法等等 都把監督職能進一步擴大成為協調研究審議諮詢 及推動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 這種基於法條的特權位置和權利 使得立法NGO穩穩的植入司法框架 牢牢而且長久的掌握法條的執行與修訂 更加鞏固了自身的分量和影響力 當然最高招的 就是這些性別法律的執法結果 還能自動創造新的社工社福服務需求 再由政府以大筆的經費 委託這些NGO來承包項目 當年反淑季的宗教牧師NGO 目前都已經進化成為兒福或婦女保護NGO 經營著幾十個附屬的或承辦的收容所和中途之家 收容那些被性別法律和校園通報系統送來的 這個有叉叉之餘的青少年或不姓婦女 這個叉叉之餘最常見的就是有從事性交易之餘 就不知道你怎麼看出來 這個可能我們觀察這個同學有從事性交易之餘 所以有叉叉之餘的青少年通通送去這些地方 人口很豐沛 難怪某些性別立法NGO的年度經費 可以從1990年代的數百萬元成長到目前的 有一個最高的是六億一年 另外還有一個跟它並肩的三億 其中有一半三分之一的經費 來自政府的委託和補助 立法團體的自肥策略和官民協助的利益邏輯 在此明顯可見 而這些團體持續倍增的財產資源和良好社會形象 正建立在無數被惡法踐踏的年輕靈魂上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邊際效應 這個事業真是太好了 這些服務項目還可以大量的積累立法NGO的社福業績和民生 然後以政府部門的精源 遷入全球公民社會 承擔起突破外交壁壘的使命 打造新國家的純淨道德形象 例如性別立法NGO很早就夾帶政府官員 參與反色情反性交易的國際會議 也參與各種國際色情監看網路檢舉熱線聯盟 以建立國際聯繫與國際接軌 最積極的立法NGO 目前在參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會議之餘 已經有實力以政府的補助承辦世界婦女安置大會 舉辦亞洲婦女安置網絡台灣核心會議 或者自創亞洲女孩陪力網絡等等 這些活動的性質都不再只是過去的國際參與 或者國際連結而已 而是更進一步擺出領頭羊的姿態 企圖在性別議題版圖的邊緣 構築起台灣的主體性和區域核心地位 希望以上的描述讓大家了解了性別平等機制 在建制化和法理化這兩個龐大工程裡所形成的特殊面貌 接下來第三節來講一個在性別平等籠罩之下的 現實議題就是好像很多人很關心的那個議題 目前輿論最關注聚焦的性別平等領域就是性騷擾 建制化和法理化也都圍繞著這些性騷擾 建立了非常綿密的防治和處理機制 但是除了這些官方論述和知識規範 除了臉書上面的米兔控訴和一些小作文之外 能對性騷擾提出什麼樣的深入分析 而不至於遭到刪除或者圍剿 還是一個讓很多人再三除除的事情 1994年 我在反性騷擾運動裡多次說到 性騷擾不能被簡化成為壞男人騷擾女人 這種個人之間的互動問題 也不能被性別暴力或男性壓迫 這樣籠統的結構問題所涵蓋 因為還有其他更多深層複雜的歷史文化社會因素 在同時發生作用 我在遊行指揮車上發言的時候提到其中的一個因素 那就是情欲文化的貧疾和奉閉 使得男人女人對於性的表達缺乏資源 經驗和傳承的積累 不懂得如何互動協商性方面的接觸 因此造成騷擾 當然那個分析是情欲解放運動當下的關注 完整的圖像絕非止於此 其他造成性騷擾現象的社會因素 值得今天再多說幾點 一個很重要的歷史背景 就是現代人際關係的廣泛平等化和性化 過去師生見面不會直接等同師生戀 上級和下級談事不會立刻被當成私情 但是現在各種接續繁離都被挑戰 人際互動去向平等化 而拆解了部分欲望的繁離 就連通奸都脫離了刑法的範圍 再加上當代高度性化的社會氛圍 任何人與任何人都可能發生人與人的結 都可能形成或者被當成暧昧關係 因而造成彼此在判斷和互動上的混淆與困難 這是當代性騷擾大量出現的背景之一 當然這也是鍛鍊我們以平常心來應對 無所不在的性騷擾的機遇 面對這些已經形成的現狀和趨勢 僅僅以規範和法律來強加新的人際繁民 或者以粗暴的射死來嚴厲懲罰 恐怕只會造成更多問題 就算真的發生人際摩擦 在對待上也應該有多樣性的漸層差異 因為性騷擾不但有輕重程度的區別 還有性質的不同 因此不能像現在以復仇主義式的義憤 一刀切的嚴厲制裁 特別是當涉事者沾上某些社會因素 例如他是名人 公職 教職 已婚 年紀大 求條件差 這種案例幾乎毫無轉圜餘地的 都會遭遇即刻的射死 在我們這個高舉平等 對成建和歧視非常敏感的社會裡 這是一種很詭異的偏埔 另外一個很少被人反思的因素就是 在異性戀的求偶文化裡 直到今日 避忘的基本結構還是男性主動 承不承認 你們女生承承認 這是男女情義互動的唯一起點 女人也期待這樣的腳本 同時女性被動自持 欲推還去不直接表態 仍然被認為是點燃男性欲望的觸媒 甚至是雙方情欲探戈的巧情舞步 既然這些腳本持續是主流 男性被要求必須主動 否則雙方不可能發展關係 但是男方主動 就有被當成性騷擾的風險 求愛不成 可能讓對方驚慌憤怒 感情深變 可能招來怨憤 控訴 現在又不太容許太多解釋的餘地 說什麼都被當成狡辯脫罪 接下來就是控訴和射死 這種動輒得咎的矛盾混亂 那長死以往 勢必在求偶人群中 形成各種的籌疚 張力和衝突 但女性這邊 很多主題都說 自己是以無知 惶惑 害怕 混亂心情 和手足無措 來經歷所謂騷擾時刻 那些感受當然不能直接等同於不舒服 那麼這些混亂複雜 無以言狀的感覺究竟是什麼 是對原有關係突然改變性質 而感到不解困惑 是因為不再求偶選擇圈裡的男性 突然表意 而不知道要如何回應 是在新的視覺觸覺互動衝擊下的 能量超載當機 是對即將發生的未知的下一步的惶恐 害怕矛盾掙扎 有些主體甚至根本無法理解自己的感受和意願 黃論對方 最終就像一篇臉文說的 只能讓靈魂飄到天花板上 以徹底的失語失能來關閉認知 避開面對 這位受害者對自己的無法直面 無力拒絕 是有一些反思的 她說 這個社會這樣養大一個女生 到頭來我想說不都要很禮貌 連說不要都要用溝通的 這裡透露出來的軟弱 並非都來自性別條件 有很大一部分其實是文明化的結果 我在前面把台灣的性別平等 建制化和法理化 匡在過去三十年台灣的富裕文明化裡 就是想要指出 是在和平安定富裕的物質基礎上 在現代服務業高度發達的環境裡 禮貌和秩序才有了發展空間 也才形成了文明交會的台灣最美風景 而隨著大部分人群的陰柔化 人們越來越習慣安全安穩 不覺得需要有什麼心理防備 警戒心和防衛力都不發達 然而不那麼手分寸 不那麼手分寸的舉止仍然會發生 安定富裕也註定不會永遠持續 矛盾敵意有可能醞釀擴大 文明舉止和規範措施 因此也會逐漸失去物質與環境的支撐 若是文明化和優雅 在面對像是一般性騷擾的時候都捉襟見肘 那麼遇到更為敵意的場景 或是未來動盪動亂的社會氛圍 接下來的結果就可想而知 或許現在大家真的需要開始積極的反思 文明化與陰柔化的缺陷 而非優點 在1994年有關性騷擾的論戰中 我曾經積極的建議 女性從其他更有經驗有力量 但也因此被人鄙視排斥的女性身上 學習人情練答的應對 識別與判斷的能力 以及靈活轉化各種互動情境的能力與智慧 共同開拓女性情欲的社會空間 徹底改變那些可能產出性騷擾的社會結構和條件 這個壯大女性的建議 期待性騷擾可以被技巧的去避免 可以被聰明的化解 然而今天 米兔或者小作文裡的故事幾乎都是回憶模式 事主都經歷了長期的情感寧願和人生耗損 換句話說性騷擾經常是已經發生 而且很多是事後覺悟 在這種情況下更加務實的做法應該是思考 如何從這些已經發生的衝突摩擦 或者騷擾的經驗裡長出力量 而不是極力打造一個嚴苛而妨礙交際交往 讓人戒慎恐懼的社會氛圍 性別立法和兒少立法有一個共同的衝動 就是要為女性和兒少等弱勢 創造一個盡量沒有敵意相愛 沒有不當資訊和不軌行為的世界 聽起來很正義很理想 但是老實說 男女之間的衝突摩擦和性騷擾 在可見的未來是不可能消失的 除了前面已經提到的平等化與性化 男性主動的慾望結構 以及文明化對主體造成的失能 等等社會原因之外 這個世界畢竟不是只有性別 而是還有各種結構上的對立 矛盾張力衝突 而且他們都可能 以性別和性來表達或發現 既然侵犯和傷害無法避免 那麼弱者多多少少都需要學會 面對敵意 處理敵意 或者至少與敵意共存 甚至像30年前 青大小紅帽運動那樣 認真思考 壯大反擊的力量 有人會說 你這是強者的話語 弱者就是沒有能力 處理騷擾的場面 而你這種強者的話語 對他們而言是傲慢 是二思傷害 或許這也是事實 但是就對抗必然存在的信號而言 我們不能只用一刀切的教條 來處理所有相關情況 不是所有憂鬱症患者 都聽不得鼓勵和安慰的話語 不是所有受害者都無法永遠 都永遠無法走出傷害 因此鼓勵主體壯大自我的話語 還是需要存在的 多樣的話語 多樣的安慰 多樣的引導 都是需要的 因為主體就不是一樣的 他們的需要也不是一樣的 然而目前台灣似乎已經形成了一種教條風氣 即使面對各種不同的不完美的事件 都只能容許一種態度 一種回應 一種對待 二零一六年輔大夏林青教授的遭遇 就是對另類態度 另類回應 另類對待方式的一次徹底震慑 重點來了 這種排除其他聲音其他立場的傲然態度 跟建制化和法理化的自滿 其實出自一種對某種性別平等狀態 全然正確的堅信 一種對某些反性騷擾機制的徹底自豪 也就是一種歷史終結論 他認定性別是最基本生存的壓迫形式 而性別平等這個標準答案已經在手 落實的機制已經建立 女人治國的革命已經到了終點的唯一正確狀態 從此可以與先進國家並駕齐驅 在國際頂尖同行 這種堅信與自豪 正是我用短暫革命的說法想要質疑的 好 進入結論 沒那麼短 回到一開始說的 Juliet Mitchell認為 女性要達到解放的目標 將是一條漫長的路途 這個說法也意味著 女性這個社會認同 作為一個社會身份群體 將始終而且顯著的存在 從這個角度來看 性別平等 建制化與法理化 就是用制度和法律來確保這個社會身份 這個社會群體可以持久存在 永久重要 然而這個願望是十分可疑的 從群體身份來看 在現代以前的許多地區和文化裡 女性的生物意義大過其社會意義 女性並不構成一個社會身份群體 例如在過去的等級社會裡 不同等級的女性並不會彼此認同 也無法產生跨等級的認同 因此很難說所有生女女性構成了一個 社會學意義的群體 這樣一來把社會性別身份 直接回溯 適用到古代社會 那就是很有問題的做法 畢竟只有在現代的條件下 配合著女性進入職場就業 和勞動契約下的法律身份 以及現代婦女的意識形態 才能誕生當前的女性意識群體 與社會身份 我開頭提到過 女性認同在未來的變局裡 可能變得不重要 因為精英女性取得的權利 強調個人能力淡化女性認同 底層女性因為生存所需 可能更注重經濟而非性別身份 這樣一來 另外女性認同就有可能全面弱化 另外女性群體在社會裡的重要性 也可能會被其他群體所取代 例如各種隨著身份的分重化 而出現的新身份群體 或者像是科幻世界裡 與AI相關的身份群體 這些新出現的身份 或許更能取得生存所需 更能適應新科技新組織 因此逐漸取得 更重要的社會群體位置 女性則變成次要 不管如何 我們不能缺少這方面的想像力 再從現代化的角度看 不同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生產 是時刻 條件 形態 各有其各自的脈絡和特殊性 現代化在不同文明階段裡 會發展出什麼樣的具體面貌 並不是全球一致的 而且還會不斷的變動 像現在逐步成形的中國式現代化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而且現代化過程裡 雖然出現了性別平等這樣的理念 在不同國家不同文明傳統的現代社會 仍然可能會維持各自的性別安排和價值 拒絕順從西方性別平等的普世價值 這還是可能的 其實只要我們放下歷史終結的想像 就會看到 在很多不同的文化裡 像是家庭 歷史 傳統 宗教和國家 這種更大的範疇 都在很長的時間裡繼續存在與演化 並不會像西方所說的那樣 必然趨同或者消亡 女性反而未必比這些範疇存活的長久 畢竟這世上還有很多其他的支配關係 和基本衝突 比如國家之間 文明之間的衝突 族群 階級 貧富差距 文化宗教差異等等 而且大家應該都看到了 西方過去百余年來所定義 而且主導的現代化發展路徑 正在經歷強而有力的 新實踐心理念的挑戰 這個百年未有之大眷大變局 非常值得關注 總之 像性別平等這樣的價值或社會安排 總是必須和整個共同體的組織方式 物質基礎等等相適應配當 對很多生存狀態而言 例如在戰爭 疫情 貧困 佔領之下 社會的凝聚團結都是最優先 而且合理的價值 例如巴勒斯坦婦女兒童的命運 就是不可能超越巴勒斯坦 國家處境來決定 也因為如此 性別平等 特別是有關個人自由解放的預設 不應該也事實上不可能是必然普世 或者歷史終點 我相信 反歷史終結論的看法 才可能幫助我們理解當前世界 不同文明文化之間 愈演愈烈的衝突 最後 真的最後 我並不是只針對性別 發出短暫革命的提醒 人民大學的潘生明教授 追蹤研究 中國大陸27歲到35歲人群的無性者 2000年男性無性人數佔了2.4% 女性則是0.7% 可是2015年在15年之內 男性無性人口增加了5倍 女性增加了14倍 坦老师推估如果2020年也曾經做過調查的話 無性人口應該會再翻一翻 這顯示如果在大陸 以及其他許多國家地區 相當一部分年輕人不但選擇單身 還是無性單身 並且逐漸適應了這樣的生活方式 就這樣的趨勢來看 伴隨著女性解放出現的性革命 也許也將是短暫的 謝謝